在近日田小娟被迫卷入许约争议的舆论中 备受热议的时候 柯代表真的是感觉遇到了大无语事件 Cube的连番离谱操作 真的让人恨得牙痒痒 光速澄清灭火 结果越灭火越大 甚至一度燃烧 发酵愈演愈烈 活脱脱一副撕破脸的架势 同时也理解了 回归前 叶书华被莫名其妙卷入几波争议中 毫无对策的无望之灾 其实这次 GIDOL的首尔巡演开场 成员们在舞台上贡献了不少的精彩演出 并且除了小娟因为奶奶的离去 泪洒舞台外 也有了不少的落泪瞬间 宋雨琪在用韩文带着哭腔和感谢大家之后 用中文提到自己大大咧咧的开玩笑 但因为性格原因 有时候很想表达很真诚的东西 她真的很爱大家 当看到她的状态 舒华轻轻地上前抱住了雨琪 米妮更是和大家说好不哭的 结果哭到梨花带雨 而到了舒华 她哽咽了好久 眼泪在眼眶打转 最后也没让她落下 其实我们看到了不少舒华落泪的瞬间 看到她当时如此克制情绪 并且依安慰姐姐们 真的让人忍不住夺框而出的泪水 舒华一开始还在和大家说 像小娟说的一样 即便很忙 也不要忘记多爱牺牲身边人 就像成员们和奶魏蓝们一样互相珍惜 可能是听到了中文粉丝对她的支持 舒华停顿了会提到 有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真的辛苦了 非常感谢你们 当她要用中文和粉丝聊天时 麦克风拿在嘴边停了许久 听着粉丝们的呼喊 哽咽地说出了谢谢你们搭飞机过来看我表演 虽然我这次没有邀请我的家人来 因为我很紧张 你们在签售时说的话我们都会记得 有时候可能不会每个人都照顾到 但是希望你们都在我心里 这次舒华泪水虽然没有掉下来 但一度的哽咽相比于23年家人到场时开始的想哭 最后还可以淡定地说一句 我没有流眼泪的 显然有了太多的变化 今年年初 舒华就因为生病原因 缺席了回归活动 直到夏日的第二次回归 才跟着成员们一起参加各种舞台 而她刻意提到的那句 你们在签售时说的话我们都会记得 当时的舒华遭到了太多无来由的攻击 当粉丝们在和她互动时 我们看到了不少鼓励和支持的声音 相信不光是她记着 大家一定也都清楚 在每一次的舆论的风口亮间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平台 即便是我们常说臭名昭著的新量微博 都会有很多声音在为了舒华而发声 即便是我相信他们都清楚 如果换个平台会眼不见心不烦 但为了自己偶像不被偏见打倒 他们据理力争 同时我也不相信 维护这些平台的官号 他们看不到这样的声浪 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QB也仅仅是在传出 不是精神病 都不会相信的与男团成员的恋情上 做出了回应 真的是让人无语至极 其实这次的个人舞台 我们提到小娟的临场改词 11月合约到期 谁能阻止我的部分 掀起了许多网友的热烈讨论 其实导致不少人对舞台本身的关注产生了削弱 这次的舞台虽然所有成员都表现出色 但舒华的火辣热舞表演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Water拥有性感且洗脑的旋律 是女偶像展现性感一面的完美歌曲 此外 该歌曲的舞蹈动作性感且大胆 在回归期间 G.I.D.O.A. Claxton 采用了更加女性化和性感的形象 加入了许多腰臀动作 然而 在表演Water时 舒华才真正带来爆炸性的印象 舒华的表演完美地平衡了矜持和性感 创造出迷人的对比 在舞蹈建奏中 她以迷人的臀部动作点燃了舞台 她的热舞展现了她的曲线 性感却又不失品味 让粉丝们疯狂 Water舞台后 舒华席卷社群媒体 以多个讨论她表演的热门话题登上搜寻榜首 舒华表演这首热门歌曲的影片 获得了大量观看 舒华最近因美貌而受到赞赏 但还是被很多恶评扣上出道七年仍是练习生的帽子 多年来她一直面临着 关于歌唱能力的审视和舞蹈懒惰的指责 然而这远非事实 在几次表演中 她因独特迷人的存在感 成为团体的中心人物 田小娟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 舒华的部分很难 只有她能够演绎 不过此前她在演唱会上与粉丝互动 搞笑起来从出道至今都是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日前有粉丝把舒华的怪表情印出来做成小卡 再用在演唱会上应援 没想到却被本人看到 搞笑的过程全被粉丝记录下来 不过其实话说回来 就算没有小娟的唱词 因为已经到了第七年的关键时间 能否继续这样走下去 一直是大众热议的焦点 从2024年初就一直围绕着成员们 这次回归 田小娟在多次采访中为粉丝吃下定心丸 但这次回归除了微娟 每个人都累撒现场 没有那句歌词也会引发舆论热议 只是我想后续舆论应该不会全部将矛头指向队长小娟 回到续约与否与Cube本身 真的在我心中 先换一个公关团队 比什么都要重要 我们看他们的几次回应 Cube娱乐最初表示 全体成员的续约时间都是明年 而田小娟主张今年下半年续约只是歌词表演的一部分 间接否认了歌词中的续约内容 Cube娱乐的官方立场也与小娟在演唱会上 Rap的歌词内容11月合约到期 谁能阻止我并不一致 Cube娱乐甚至还声称没有与公司达成一致 让不少媒体钻了空子 他们认为这是在间接在说明 歌词争议的表演是未经公司同意进行的 但却出现了写有11月合约结束的VCR画面 这也再次加剧了争议 有人开始攻击田小娟 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 让大家担忧 对于不断传出的负面新闻报道 田小娟6日上午在个人IG 发布了一则现实动态 正面回应关于合约结束的时间 首先小娟表示 我不会故意说谎 伤害他人或做出令人良心不安的行为 此外 她还表示 这次的表演我也没有撒谎 也没有刻意隐瞒公司 排练是在大家面前反复进行的 这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舞台 由于我们一起经历了十多年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只看新闻报道 就对公司抱有负面情绪 因为话语传递的稍有不当 就可能语言一不符 不过 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公司在某些回应上的不足 本来正常 这也该结束了 毕竟小娟是提到 不会只看新闻报道 就对公司产生负面情绪 Cube她随即紧跟着表示 她承认关于田小娟的solo单曲的舞台表演 部分媒体报道并非事实 本公司未曾发表任何官方立场 因个人意见被误认为官方立场 对于喜爱和关心田小娟和GIDOL的众多人带来了担忧 我们再次表达歉意 并发表此官方声明 接着还表示 本公司事先窒息了小娟的舞台表演及歌词 此外 提及的时期正确无误 是合约结束的时点 目前正在友好的讨论续约事宜 不过前后续约时间点的出入 还是让有心人有机可乘 有媒体报道 田小娟与其他GIDOL成员不同 她的合约将于今年11月结束这一事实 早在年初就已是韩国音乐界众所周知的问题之一 田小娟是否续约将决定 GIDOL是否已完整体继续活动 是否变为四人组 或田小娟是否在其他公司进行个人活动等问题 再度受到高度关注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事情发生后 第一时间太迫切的 想要证明小娟只是表演的歌词 且没有好好考虑好事情的后果 造成的连锁反应 不管是此前舒华受到的伤害 还是Many被传经纪人的越线行为 还有这次小娟的续约正义 Cube难道不应该 在考虑续约问题前 先解决了这漏洞百出的公关吗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次小娟的劲力 这次小娟就还能够做的